各位朋友大家好 个人有一个很大的心愿跟兴趣 就是把一套已经经过实验证明 对于我们华人学习英文会有很大帮助 能够帮助大家很快能够运用 而且能够产生信心跟兴趣的一套 有体系简单的一套教学方法 提供给大家来学习 那么各位如果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挣扎的又痛苦的来学习英文 我相信这套教学的方法是非常有帮助的 个人在美国学习英语教学的专业 然后又回来实地的教学了超过25年 在这过程当中不断的摸索改进 发现有一些方法是真的对我们的华人学习 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也就是说你在英文的学习当中 先要把底子打好 如果能够把底子打好 你的英文就立刻能够运用 能够运用就会产生信心跟兴趣 可是我们发觉 现在大家学习英文最大的问题就是 不论你的教材是什么 或者是你跟什么老师外国人在学习 那么问题就在于学到的东西是东一点 西一点支离破碎的 即使各位把各式各样的文法书打开来看 你都会发觉它是东一点西一点的 所以如果大家能够先完整的 彻底的花一点时间把底子先打好 你立刻能够运用 这样子你之后再去学别的东西 或者是再去参加考试 你会发觉你会事半而功倍 现在我们就用这六个符号英文法带着大家来听说读写 当然还有好多朋友必须参加考试 所以一起教大家如何考英文 那么在下面的教学视频当中 各位会看到我们就分成第一个 我们来练习一下听 然后说 然后读 然后再来写 当然考试 我们来选一个2016年大陆英语四级的考试 看看它的这个状况 现在我们首先先来学习听英文 在听英文之前先跟大家沟通的就是好多朋友都觉得我要听英文 就是我一直听一直听 我相信很多朋友你听了十年二十年了你的英文很多东西还是听不懂 你的反应就是不够快 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把原来的底子先做好 这个底子呢 就是你自己要有声音 而且你的脑海之中要有思考 这个思考就是我们所谓的123加4 把英文利用这六个简单的符号分成一小节一小节 你在听英文的时候 你才可以能够很清楚的听得懂 现在我们来听一个什么呢 Facebook脸书的创办人 他在美国哈佛大学演讲 那我们都知道这位先生 他在哈佛大学一年就退学了 那么他现在呢 重返美国哈佛大学 给他的学弟学妹们做演讲 他在讲些什么英文呢 各位刚才听到这个主持人呢 报了这位先生的名字 那么各位刚才听到这位先生的名字 就是我们中文的 因为前面说doctor 就说他是得到了农誉博士学位 所以称他为博士 博士马克祖克伯 可是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很大的现象 你们大部分朋友都是用听的 或者是看一眼 可是你从来不念出他的声音 所以等到以后你再听到这个人的名字 你根本就觉得你从来没有听过 从来都没有学过一样 所以我们养成的第一个习惯 就是你一定要学习念诵 现在我们再重听一下 这位先生的名字 我们跟着他来学习一下 至少把人家的名字先会念 Dr. Mark Zuckerber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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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ckerberg还真的不好念 那没有关系 我们多念几遍 Ruckerberg 所以各位如果你再有机会听到他 各位试试看 是不是你就觉得 嗯好像有点触电的感觉 我会耶 我听得懂这个人的名字 Dr. Mark Zuckerberg 好那我们就来听他一两句 他所说的英文在讲些什么 And graduates of the greatest university in the world 他这里一开始就先说 嗯从美国最伟大的学校 毕业的同学们 那么这讲话真的非常的骄傲 好这是一个他简单的先给大家 称呼了一下 I am honored to be here with you today I am honored to be here with you today 我是很荣幸的能够在今天和大家在一起 Because 因为什么原因呢 Let's face it Let's face it Let's face it 就是让我们呢 Face it 面对这件事情 我们要来说实话 You accomplished something I never could You have accomplished something I never could 好各位他刚才说的话 我们简单的再重听他一下 就是他说什么呢 And graduates of the greatest university in the world I am honored to be here with you today Because let's face it 这是他刚才说的第一句话 You accomplished something I never could You have accomplished something I never could 好各位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发现大家都在笑 这句英文是怎么回事 这句英文我们分析一下 You就是主词 你们呢 You have accomplished 是动词 叫做已经达成了 这个 accomplished 各位如果在以前曾经学过这个字 你就要自己问自己了 为什么你一听到这个字的时候 你却听不懂 你不是学过了吗 这就是我们说的要有声音 所以这个英文字 各位一定要跟着念出来 这个英文字叫做 accomp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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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你呢 把它先分成一小节一小节 就比较容易念了 accomplished accomplished 好 那各位先有声音 你再回去听 你自然就能够很快的反射出来 各位这个字 我们再念一次 accomplished 那前面加上一个have 这是各位文法的结构 你听到have 不要觉得它是有的意思 而是现在完成式 表示之前做过的事情 时间没有交代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们已经完成了 因为这是毕业典礼 那毕业典礼之前 大家都这个交了论文 参加了毕业考试 都已经通过了 所以才能够参加今天的毕业典礼 所以在之前 你们就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 you have accomplished something something就是第三个字 这个字叫做某一件事情 什么样的事情呢 各位后面带出一个子句 这个子句呢 这里面有一个 that或者是which 但是被省略掉了 所以后面带出一个子句 那各位 我们说过 形容词子句 一定是后面翻译前面 这个在之前的教学 都跟大家讲过很清楚 你一定要有后面翻译前面的现象 I never could 这个爱是子句里的主词 子句里也要有动词 所以这里本来应该是有一个度 我这个永远都没有能力做到的事情 因为他只在哈佛大学念了一年就离开了 而人家念完四年 能够这个毕业 所以他们毕业这件事情 是这个祖克伯他没有办法做到的这件事情 所以他说 I never could do 但是do呢 可以被省略掉 所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所以合在一起 各位看到 you have accomplished something I never could 一节一节的把它给讲出来 所以我们再回头去听它 你会不会觉得你有了声音 有了思考架构 再去听它 一定会容易很多 I am honored to be here with you today because let's face it you accomplished something I never could you have accomplished something I never could 那各位一定刚才注意到 老师刚才他的哈佛念的不清不楚 他说话怎么都听不太清楚呢 是的 因为人家英文念了很多次了 念的非常熟悉 非常快 所以他讲出来英文 你就会觉得他都是咬在一起的 那么如果你自己能够学习这种速度 你自己不断的反复念诵 你呢 讲出来的英文字呢 也是咬在一起的 你的频率就跟对方的频率差不多 你就容易听得懂了 所以我们再念一下 you have accomplished 这时候你看 你念得很快 have就似有落伍了 something 某一件事情 I never could 我们再念一下 那各位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动作 你尽管认识很多英文单词 你尽管做了不少的考试 可是你就是自己不念 你自己脑海之中没有声音档 所以你在一听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吃力 而且你的速度不够快 你也会很吃力的 you have accomplished something I never could 我们再回头听他一下 是不是觉得会越来越清楚 because let's face it you accomplished something I never could you have accomplished something I never could 学完了听 我们来学说 刚才我们学到说 后面翻译前面的现象 所以我们这句话就几乎很像 你做到了我做不到的事情 那各位这句话英文要怎么说 首先当然是先说你 你叫做you you 做到 各位这个做到 就是我们刚才学过的 以前做到的事情 而时间不清楚 反正你以前做到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英文就要用 所谓的现在 完成式 也就是have 再加上做的过去分词 这个做呢 我们叫做 do did don't 所以这里呢 我们要用这个绳字 don't 所以你做到了 就要用 have don't 所以合在一起 你做到了 主词动词就说 you have don't 你做到了什么呢 我做不到的事 好 那各位朋友 虽然中文是这样说 可是英文呢 这只是一个形容词 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事情 先说 事情就是做了一件事 这个一件事呢 就叫做 something something 就叫做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这个三个字 就先说出来 你做到了 一件事情 you have done something 什么样的something呢 后面带出来 一个形容词句 形容这个事情 which或是let 也可以被省略掉 然后我们学刚才 听到的那句话叫做 I never could I never could 所以合在一起 你做到了 我做不到的事情 这句话 就会怎么说呢 you have done something I never could you have done something I never could 好 各位这样子就说出来了 那大家在学英文 就叫做举一反三 如果刚才大家在听的时候 就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习惯 一直念诵 所以你就会到了下面的句子 就发觉越来越熟 越来越快 你看哦 我喜欢 喜欢什么呢 你买的这件衣服 所以这个要怎么办呢 先说主词动词 叫做我喜欢 我喜欢怎么说 I like I like 我喜欢 我喜欢什么呢 你买的 这又是形容词的观念 要放到后面去 然后我们应该是说 这件衣服 this clothes this clothes 所以合起来 先说我喜欢 这件衣服 I like this clothes I like this clothes 好 什么样的clothes呢 后面带出 which或lade 形容词之去 形容你买的 你 当然就叫做you you 这个买呢 同样的道理 以前买啊 而不晓得什么时候买 我们就用现在完成式 这个现在完成式的买呢 就变成了 by boat 所以变成boat boat 这个绳字 就是等一下我们要 说出来的这个绳字 叫做 have a boat have a boat 好 所以现在你买的 这就变成了 you have a boat you have boat 所以合起来 我喜欢这件衣服 先说 I like this clothes I like this clothes 什么样的this clothes呢 you have a boat you have boat 所以这样子我们就说出来了 各位这个样子 后面翻译前面 后面向前走 这样子一个英文思考 只要你反复的念诵 你就可以学得非常的熟悉了 我们再把这两句给大家重新再说一次 你做到了 我做不到的事情 先说 你做到了 you have done something you have done something 你已经做到了这个事 什么事呢 我做不到的 I never could I never could 所以合在一起 you have done something I never could 我喜欢你买的这件衣服 先说蓝色的字 我喜欢这件衣服 I like this clothes I like this clothes 然后带出后面的子句 你买的是你以前买的 时间不清楚 you have boat you have a boat 所以合起来 I like this clothes which you have a boat 这种后面向前翻的这个形容词的观念 我们来继续用到读的上面 我们来看一下这篇短文 这个谈的是房价 那么大家都很担心房价 因为好像打房越来越严重了 那么在台北呢 我们看到这个短的一个新闻 这句话叫做 in Taipei home prices 我们的房价 房价就是主词 所以我们先做一个主词线 fail是full f-a-l-l的过去式 就是下跌 下跌的过去式 因为这是之前的事情 下跌了多少呢 下跌了13% 掉了13% 跌了13% 各位看到 这就是我们的一二三 为主体架构 而刚才的在台北呢 是一个副词 片语 副词放在什么地方都可以 再来我们又看到了meaning什么什么 这非常精彩 meaning 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形容词子句 前面有一个which which指的就是前面这件事情 房价掉了13% 这件事情 这个which是子句里的 带出子句的字之外 同时兼任主词 但是它可以被省略掉 那么本来这个mean没有ing的 那因为主词被省略掉之后 动词改分词 所以就变成了ing 那么这个meaning带出来的这个分词句构 一直带到句尾 那么在meaning的后面 带了一个lut子句 表示它表达的这件事情 意思就是说房价掉了13% 这件事情意指着什么呢 它代表的什么含义呢 就是这个子句里面所要表达的 那么各位看到任何子句里面都会有主词动词 所以这个houses就是房子 应该是主词没有问题 可是我们看到这里value的 这个value的如果大家去查次点 叫做平价或者是估价 这是一个动词 可是这个地方又有一个cost cost查次点也是值多少钱的动词 所以在这个地方 各位看到这里面有两个动词 如果英文有两个动词 那中间就要有一个像and这样子的连接词 可是这里并没有一个像and的连接词 可见的其中一个并不是真正的动词 那么哪一个不是真正的动词呢 这就是我们学了半天的 当我们的名词的后面出现的时候 比如说你买的这件衣服 我们当时就先说这件衣服放在前面 再带子句 which后面变成you have a boat 所以名词后面带出来的东西是一个子句 所以我们就先不要理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先变成红颜色的 所以真正的主词在这里 houses真正的动词在这里 叫做cost 那么各位朋友 这个地方我们想要暂停一下 想让大家试一试 我们在之前教给大家的一些技巧 请大家用这些技巧来看一下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么为什么在2014年 本来买的一栋房子是20个million的台币 就是2000万台币 或者是相当于450万人民币的这样的房子 到了2016年又变成什么样子了呢 那么在这边我们就卖一个关子 请各位朋友在这里停下来 你先试试看 去翻译 去练习 把它给意思给看懂 到了下半集的时候 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个句子 如果各位看到的 跟我们所解释的是一模一样的 那就要恭喜大家 各位的阅读能力是相当不错的 那么我们在下半集 除了继续讨论这个读的这个句子之外 我们还会看写 以及再去看一下 这个考试的这个准备的方法 那我们就下半集的时候 再请各位一起来研究 我们下半集的时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